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行蓝 我们车水马轮网频道 我记得从去年就陆续试到了 蛮多跟店有关的新动力的车型 从Hybrid Plug-in Hybrid一直到EV都有 那我相信今年2020年 一定是朝着这个趋势 越来越多的车款会在我们频道试驾到 而我们今天要试驾的是 2020年式的VOLVO AC90 它基本上的属性是属于7人座的LSUV 它与市场上其他竞争对头最大的差异 它就是有今天的这个编程 是属于T8的Inscription 也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 Plug-in Hybrid的PEHAV动力属性 它新年式的车价是369万元 在外观部分 T8 Inscription这个版本最主要的特征 车头就看到是直铺式镀铬的水箱护照 其实你仔细往里面看 当车辆引擎如果启动的状况下 里面的这个阀门则是会做开启的动作 那再来看到他们招牌的雷山索尔的日行灯 以及全LED的远近光灯之外呢 它也有一些主动转向的辅助照明 但基本上它车头是没有雾灯的设计的 那再来看到车侧 Inscription的这个Logo表征 在这个门槛的下边的视角也有一个Logo 那它在窗框以及行李箱架都是采用镀铬的边框 车顶也可以看到一个很大尺寸的玻璃天窗 那在车身尺码的部分 它的车长是4米95已经逼近5米的车身了 那轴距是2米94 那今天的胎圈配置Inscription也配了是20寸 那它原厂是叫做黑鑽石的双色切削铝村 那它的轮胎的规格是275 45 20 配的是米其林的轮胎 那它其实在驾驶车的A柱下方 也可以看到这台车所谓的Plug-in Hybrid插电的充电孔 那这台车我觉得它从车头一直到车側 我会发现它走的是比较属于北欧的简约风之外 也属于比较LSUV这种豪华属性 也就是平常我们在这种极具车常看到的 防刮材质的设计在这台车身上则是没有的 再来看到车尾的部分 基本上改款并没有特别的琢磨 但是我们还是看几个设计的重点 除了厂牌车型Logo 以及这边T8 Inscription Twin Engine AW的车型标识之外 保杆下部也有镀铬霧银 以及两个排气尾出试管的设计 那它的电子尾箱门 如果你今天有带的钥匙 它除了手动开启 也有脚踢的感应开启 以及关闭的对应功能 好那我们一开始就想这台车是属于 二三二七人座的座位设计 那后面行李箱当然就稍微小一点 那以今天T8 Inscription它的设计 它的七人座状况下 后面行李箱只有260多公升 但如果今天是其他的版本车型 不论是T5 T6的R Design Momentum 它的后行李箱会大概在300多公升 比这台车262大一点 最主要差异就是在于这台车 它配了4C底盘的气压悬吊 所以你把后帐板打开拿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下面其实有两个 除气瓶有吃掉一些置物空间 那另外这台车也跟改款前一样 它也有气压的调整功能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控制车的上升 或是下降 配合你要上下行李的高度 当你今天不需要带到第三排7人的时候 当然你就可以把第三排收起来 如果你要载更多东西不载人的话 第二排也可以做前景收纳 扩充到1816公升很大的置物空间 好我们再来看车室内装的部分 基本上我现在已经启动电门 但是它是油电车 所以目前是电的Ready的待命状态 不会有引擎的声音 其实Volvo的内装之前也跟观众分享过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它相较于德系的这些车款来说 它虽然没有来得这么的豪华或是科技感 但基本上我觉得它是带有这种北欧的简约典雅风格之外 是很有温度 但你仔细去看 它也是有一些数位化的先进的配备 好那先来看一下它仪表台的设计 基本上也就是我刚刚洗的那种 蛮有质感的皮质包覆 一直延续下来也可以看到木纹的饰板 金属的饰条 以及下面手刀箱当然就是用一些硬质的塑料 那再来看到座椅的部分 你现在前座两张座椅 它其实有很丰富的电动调整功能 包含腰靠以及腿部的延伸都可以做调整 那上面也可以看到头枕有Inscription的Logo 以及很可爱的瑞典的小国旗 都是他们家车款标准的一些特征 那做起来我觉得支撑包覆也算非常不错的设计 再来看到方向盘 驾驶界面三幅式 它是四项的手动调整 那上面的控制其实蛮简单 左半部是这台的PA2的半自动驾驶主按配备的功能 右半部则有声控接收 以及这台音响主机的音量 以及选台等等的功能 另外它有一个目录页的按键 你按下去则可以显示前方仪表内 包含像是旅程、媒体、电话、导航等等的显示功能 再往前看它的仪表则是属于全数位化的虚拟仪表 是12.3寸 那目前的状态是在左边的时速 右边的是属于这种油电的状态 那你切断不同的驾驶模式它也会有转速的显示 那中间这里可以看到目前设定是导航的显示 再来看到仪表台的中间 我们首先会看到这一次T8 Inscription 它也标配了B&W的音响 那全车一共是19支喇叭 很好的功率表现 我们之前的试车也都有实际感受过了 那来看到这一次 它的主机一样维持9寸直立式的直觉式的触控 那我们也讲过这一两年这台主机一直在不断的进行update的一些软体修正 它的操作起来越来越流畅 不过它的老毛病还是有就是 它的灰尘以及指纹的这个黏着度很容易就会脏 所以你车上要放一条小抹布随时做擦拭的动作 它里面基本上的功能也是很丰富了 主要有像是电池的电量保持充电等等之外 也有主安相关的控制 那这台车也标配了360度的环境 以及自动停车的辅助功能 除了有BMW音响之外 它也可以做Apple Card Blade Android Auto的连线功能 萤幕的下半部可以看到它的空调前面双G 基本上也是透过触屏来做调整 然后再往下看有一排的实体按键 主要是音响的相关功能 那最右边的则是它这个电子控制开启的手套箱设计 再来看它的中导的部分 基本上也延续了木质的试板 靠左侧也是这一次新年是标配了 也是瑞典的知名的水晶厂 就是Oriforce的标准水晶排挡头 那一样是维持这种线传电控 就是我每次试到这种设计都要稍微去适应一下 尤其是Vobo的车它在排挡的时候 稍微都要去等它个接近一秒钟 它才会进去到你要的档位 那再往下看它有引擎的启动扭 然后以及Drive Mode都跟之前的设计是一样 那Drive Mode进去我们还是简单看一下 它也有节能、Hybrid、Individual、Power、Offroad 以及四轮传动不同的设定 那它也配备电子手刹车以及Auto后的功能 那它的中央扶手打开 有一个不算太大的置物空间 里面则可以看到两个USB的插孔 好我们再来看这台车后座第二排的空间相关设计 首先关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门上的配备其实也蛮豪华丰富的 除了我觉得这个视觉还蛮宽敞 蛮开口、开度还蛮大之外 它也有像是第二排的遮阳帘 那B柱上也有空调出风口 那也可以看到前面的木质的试板、镀铬、试条 都延续到了第二排很好的质感 以及BMW的音响它都有的 再来看到空间的部分 前面我180公分坐姿 现在坐在后座第二排 基本上膝部还有两个拳头 很大的腿部、膝部的空间 那头顶虽然还有全顶天窗 但是头部的空间也是还蛮宽敞明亮的 那后座椅面也是采用针皮 以及透气的设计 那两边它都有ISOFIX 然后也有独立的三个头枕 那中间也有一个小小的扶手可以放下来 那另外VOLVO的休旅车 在中间第二排的这个座椅 也都会有类似这样的 儿童安全座椅的一个增高垫的辅助 其实对一些大儿童来说 其实这就蛮好用的 那再来看到它在前面扶手的后方 第二排它也有两区 所以全车是四区的恒温空调出风口 那下面则是12部电源座 那另外我们之前试过这样的PHAB 动力也知道其实VOLVO 都是把它的锂电池放在这个地方的位置 所以它的下面隆起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至于这台7人座第三排的空间表现 我个人会把它设定为是 比较偏向5加2的功能应用 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第三排有载人需求的时候 第二排的乘客就没办法像我做的这么的塑袭了 以它的椅垫第二排是可以做前后滑椅 椅背的角度它也可以做调整 那它的这个椅部的底部也是会跟着做伸展 那除了椅背调整之外乘客要到第三排 它是靠上面有一个快速的直立的收折 那以我的身材要进第三排 其实要稍微的扭捏一下才有办法进去 并没有那么的宽敞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5加2这样的属性 那以我的身材我刚刚调到这个位置以后 再做到第三排 膝部基本上跟椅背的距离只剩下不到一个手掌的厚度 头部空间其实以我身高来说也蛮有压迫感 所以我觉得大概170公分的人身材 会比较适合坐在第三排 另外在第三排的两侧也可以看到 有空调出风口之外 也可以看到Volvo它们家常见的 这种五门车系都会有的 所谓当你在关门的时候 让你比较好关的一个透气口设计 我们今天试驾的XC90的T8 Inscription 其实它的动力配置的部分 跟我们大概没有多久以前 在南投试驾的Volvo S60 V60 T6 Twin Engine 它的动力系统的配置理念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在一些细微的调校上 两台车的性能输出是不大一样 今天的XC90同样的硬体配置 它的出力调校是比较高的 它光是引擎就有320匹的最大马力 另外搭配同样在后轴则是一样的电动马达 以及铝电池的Hybrid系统的构造 可以输出87匹的最大马力 所以它的重效马力 以这台车今天已经来到了407匹的最大马力 在最大扭力的部分 也来到65.3公斤米 那变速箱的配置也一样 它配置的是8速的Geotronic和自排 如果你去看它的规格表会发现 它Geotronic它并没有写手自排 那上次试驾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 基本上你还是可以说它这台车 是有手自排的模拟功能 但是它就是这种Hybrid车在PRND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Overflow排档头 你往下拉 它还有一个B 就是我们讲Hybrid车常常会用到的 这种加强充电效果的这个B檔 那你进入B檔以后 它往左推可以降挡 你看以我现在在下坡 它是在B4 往右推则可以升挡到B5 所以它模拟出了8速的手自排 但它基本上并不是变速箱真的在换挡 它是利用电脑的程式 去改变它线圈里面的电阻值 来模拟出换挡的感受 那透过这具变速箱这台车 尽管车重来到了2吨3 那加人的体重的话 我相信已经2吨4多了 它0到100的加速也只要5.6秒 安全急速也超过了230公里 那在油耗的数据表现上 也因为它有这个Plug-in Hybrid的复合油电插电的特性 1公升可以跑47点多公里 所以这个数据一直是这一类 插电Hybrid车型的超级强项 那这台车吨位尽管这么大 接近5米车长的LSUV 它开起来真的是非常轻快 即使我们现在在驾驶模式是在Hybrid 那以这台车来说就是它的Normal 一般模式日常使用 那它的逻辑就是顾名思义前轴动力 加上后轴的马达 它有可能在过程中只用 譬如低速用后轴后驱模式 用马达再推这台车 那到了一些比较高速 它用前轴引擎 变成前驱做这个驱动方式 就是动力不同的切换 所以它Hybrid有可能是在后驱 有可能前驱 也可能是同时在作动 变成电子的四轮转动 那它的仪表显示在右边的 这个转速 类似转速表的功能的这个位置 它就是显示了目前的电能的状态 如果你能够让这个仪表板内的水滴 油滴是空心的状态 它就是用纯电的模式 如果油门稍微重一点 当水滴变时心了 表示它就是开始吃油的 引擎启动状态 再把它转到Pure 基本上只要你电池够 充饱的话 譬如你插电 经过一整晚的插电 早上出门要上班了 你可以用Pure模式 原厂的数据 大约它的续航里程 可以到45公里左右 因为它还是攸关到 你油门踩的深浅度 你路况的爬坡下坡 或甚至车上的一些设定冷气影响的状态 都会影响到电池的耗电量 所以原厂只会给一个左右45公里 最高的速度大概也可以开到125的时速 用纯电模式 再来如果你是放到Power敏捷模式的话 它就是随时让引擎启动 后轴电动也都在一个 传输的马达动力的状态 所以你是在EAWD 四轮传动的基本状态下 那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驾驶模式 这台车其实它有很多层面 是在Drive mode裡面 同时在做调整的 不论是方向盘的电子辅助力道转向 以及像这台也有电子的悬吊 你比较有感的会是它的车高的变化 包含Hybrid跟Power 它都会降到20mm 相较于AWD的模式 那如果你是在Pure的状态 它则会降10mm 那如果你车静止以后 你会发现Drive mode又多出来一个Off-road 就是越野的模式 这时候你会发现车要升高4公分 再来说到Volvo这一套Twin Engine的概念 它基本上我们刚刚聊到前面是引擎 后面电动马达 那它把锂电池放在中央的这个位置 他们认为把电池放在这个位置 比较安全 因为它电池放在中间 再来车身的重心也可以比较低 靠近车的中间 然后前后的配重也会更好 这套系统真的很厉害 它不论在各种模式下 它的前轴后轴不同的动力切换 或是同时作动之间 那你开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感受 非常的平顺自然 那它的锂电池的规格 在2020年是 它是400V高压的锂电池 有11.6kWh的电池容量 那说到这个车 其实蛮多人买这类车都会担心一些 电池的寿命以及原厂的保固 那这台车原厂的保固 可以享有8年16万公里 Hybrid系统的保固 电池的寿命部分 原厂也有一些参考的数据 就是每天平均充放电两次 然后一年开2万公里 它至少可以维持15年 保有至少70%电池的容量寿命表现 那在电池的结构部分 这台车其实电池基本上是有6个模组 它总重大概有100多公斤 它每一个单一模组大概是7万8台币左右 给大家有一个维修的金额的数据做个参考 再来看到这台车在底盘的部分 因为它是Inscription T8 所以有4C底盘 搭配电子悬吊 然后今天它配的是275 45 20的轮胎 那XC90整台车开起来 我觉得底盘的刚性扎实度 都没有话说 都有很高水准的感受 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 其实它会搭配不同的Drive mode 做车高的Lowdown的调整 也降低了车身在过弯时的重心 使得它的侧倾能够抑制一些 然后在安全配备的部分 Volvo向来都是通缉车领导的品牌 那以组备动安全 这台车拥有7颗的SR补助气囊 包含侧面的气链 它也延伸到了第三排的两边 原本的这个PA2半自动驾驶2代的主弯配备 它也还是有一些微幅的进化 那基本的功能 全数域的ACC自动跟车 以及针对行人车辆单车客 以及大型动物的AEB的智慧主动煞停 还有像是车道维持等等的功能之外 那这一次2020年是也重点的新增 就是它的RCTA 就是后方车流警示 也多了braking 侦测到煞车的必要时的动作 它会主动帮你煞车 然后在Volvo的Uncoming Lane的部分 就是能够让你 当它侦测到你对象即将发生碰撞的时候 它也会做主动的闪避的转向辅助 以及减速的动作煞车 让你如果真的不幸还是撞上的时候 把这个撞击的速度 以及撞击的伤害程度 降到更轻微一些 如果你对这台车的 Plug-in Hybrid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建议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片尾会迁入一支 就是我们上次S60 V60 T6 Twin Engine的测试有更完整的一些细节的解说 包含它的充电 我们上次我记得我们还特别跑去台中 有做Plug-in的 短暂的充电的测试 包含它车上这个主机萤幕 我们也会介绍到 它也有让它加强充电的功能 甚至电量保持的相关操作 都可以看一下我们片尾的影片 今天试驾完了XC90 我又再次很深刻感受到 Ovovo它们这种北欧的设计的简约的美学 以及很有温度的质感的感受 再来看到它们对于动力的这样的调校 也只是照了它们自家的步调 它们之前就讲过 它们在2025年前要降低它们车辆的 40%的碳排放 车厂旗下也要有将近50% 都是纯EV的电动车 但回过头来看到我们国内目前的现况 对于纯电电动车 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完善设施 也没有那么友善 之余呢 我觉得拥有一部PHAF车型 可以免除这样的里程忧虑 还是比较适合现况 所以总结来说 今天这台车到底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仔细想了一下好像没什么缺点 唯独一个啦 就是它的新车售价 369万可能你还是要存一点钱 存够才能游泳它 好我们今天试驾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别忘了持续关注锁定我们 车水马轮网频道 以及我们前两天 刚刚突破了7万人次的订阅 如果你在看影片还没订阅 赶快帮我们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喔 拜拜